天熱出去戶外活動 哪種防中暑神器最有用呢? 現在市面上用的退熱貼 其實大部分都是有所謂退燒用 在一個熱的環境裡的貼材 是會覺得舒服的 因為是比較有冰涼的作用 如果你說想依靠這件事 來預防中暑或者甚至處理中暑 相對來說效力就可能未必足夠 因為那個面積範圍很小 除非你是一個很大面積的退熱貼 就可能會產生作用 其實因為吹著風可以幫忙帶了熱量走 其實會令我減少機會 當然灑水加在一起 是會有雙重的保護效果 某部分所謂的運動飲品其實都偏甜 所以喝了可能會比較口渴 也未必可能解決到你真正的問題 除了這些運動飲品之外 在我們補充水份來說 其實水份和電壓質是相同需要的 因為我們流汗裡面 是有水份和電壓質的流失的 所以兩樣都需要補充 所以最好就是兩樣一起打得更加好 我們不要等到口渴才去喝水 暴熱的環境下面 曬得很重要的環境下面 其實每15分鐘 我們可能要補充100-200ml的水 但是有一樣常用的東西 會增加中暑風險 其實很多人都忽視了這個情況 以為感冒很輕微的東西 吃藥應該沒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的感冒藥裡面 都含有抗組織胺的成分 抗組織胺的藥物 其實會產生一些副作用 會令排行能力受影響 我們的散熱能力會受影響 所以會更加容易有中暑情況出現 如果熱到覺得不舒服 例如很累、抽筋、頭暈 就有可能是輕微中暑 這個時候要即時處理 以及盡早求醫 萬一惡化至熱衰竭 甚至嚴重中暑 就會比較危險 我記得他再次吃火鍋 還記得嗎? 真的嗎? liquid壓力會很快 謝謝你 我們記得數小時